欢迎回来带您关心 川普执政2.0 共和党周三赢得众议院过半席位 正式宣告掌控参众两院 那么分析认为 这为川普日后推动议程奠定了基础 在赢得了亚利桑那州和加州的众议院席位后 共和党成功迈过了众议院218席过半门槛 成为掌舵众议院的多数党 现任众议院议长强生获得了留任提名 并得到川普背书 外界预计强生有望在新的一年 众议院全体投票中过关 保住议长大卫 当天稍早川普自胜选后 首度回到华盛顿与共和党人见面 祝贺共和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成绩 领导团队的选举结果出炉 密西根州众议员迈克林将出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 多数党领袖史卡利瑟和共和党党兵艾莫都顺利连任 除了众议院共和党在本次大选中以53个席位拿下了参议院多数 63岁的南达科他州参议员约翰·图恩 接替麦康奈成为下一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外界认为图恩将成为川普上任后推动起美国优先议程的重要一环 即将卸任的共和党资深参议院领袖麦康奈 日前会见了新当选的共和党参议员 并对他们表示祝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意境综合报道